菁姐 柯文哲的講說 對 他就很坦當 不會有錢的一件問題 可是從政治獻金到募可禁總 所有那些什麼四百多萬進了他的戶頭 然後接下來大家講完以後 第二天說那我捐 然後四千三百萬買了一個雙半 然後結果大家都不知道 連民眾黨裡面的委員們 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等到事情過了五月多買 一直到八月份整個提報出來以後 然後就跟你講說 那其實在我名下監督能力更強 要不然就什麼公益信託類似這些 我就講 柯文哲從2014開始理論上 你真的不會應該把他跟錢想在一起 但當那一筆爛帳出來 然後開了幾次然後澄清會 然後接下 對不起澄清會只有一次 好不好 前面那個叫查帳 OK 這些出來 但這些就表示只是帳爛嘛 那怎麼樣呢 他也跟你說該捐我覺得 我思慮不周 可以了吧 那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但你就是不要把金華誠 跟他的所謂土力擺在一起想 我看這個案子 金華誠 我的心也很坦蕩 我覺得很有問題 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案子原本是死案 所以議員開了好像二三十場 三十的協調什麼什麼的 這個幾乎是明天代表來講異常熱心 很少看過這麼熱心 我們通常承警案 那開個一次兩次協調 我們大概就知道有沒有過的機會 開了三次就很勉強 坦白講啊 開了三十幾次 哇 就是一定要過的意思嗎 只要小省不放棄 某某就會不放棄 如果啦 法律有空間喔 你不用開那麼多場 基本上每一場都可以跟你講 這個法律不行 那他走的就是市長鑽 鑽籤 應該就等於市長特別指示 那市長特別指示 那法律不符合怎麼辦 所以他才特創三個 什麼任性城市啊 什麼任性城市啊 你如果做漂亮一點喔 像這種符合特別專案獎勵的 你如果有很多件那就算 就大家都有嘛 你只有一件 只有沈進軍有 有 對不對 所以這個案子 基本上 從他通過的最大轉折點 就是柯文哲市長介入 這個很清楚 然後議員如果跟沈進軍有不但往來 那跟柯文哲之間會不會有不但往來 就是司法單位要請 那原本 像以前我們在節目討論過嘛 我就說如果柯文哲被傳訊 那絕對是個大新聞 當然 那一天全台灣 大概還能走路的記者都會去啦 這是大新聞 就想不到他是用搜索的 直接把柯文哲帶走 那這個跟昨天 司法單位偵訊 沈進軍跟李小輝有沒有關係 當然 如果昨天偵訊他們兩個沒有什麼東西 坦白講 柯文哲講的是沒錯啦 你去動一個 在一黨 主要 主要在一黨黨主席 而且是 剩柯B這種 要剩大咖嘛 如果沒有相當把握 司法單位 我認為也不敢這麼做 法官也不會準啦 當然我們來賓都提過了嘛 你申請搜索票 是要法官同意的 你檢察官要給法官說 我有什麼證據 我有哪些必要 你認為 如果法官看到 被搜索人是柯文哲 他沒有把證據看仔細 他會隨便準嘛對不對 依照我們大律師的一個經驗嘛 所以柯文哲 在這個案子 他其實很早看到定義 政治破壞 政治破壞 那柯文哲的人設確實是很成功 因為他最大的成功就是 他一直拿著第三勢力 的一個招牌 罵藍綠都是垃圾 藍綠都是貪污 他光用這個去來收社會上 討厭藍綠一定有嘛 他光用這個地方 他已經吃了很多年 吃了十年了 柯文哲不要再胡說八道 你不能代表第三勢力 他們昨天記者會還講第三勢力 到昨天還在用 他很清楚 他只要把這個地方摳住 他還有一個政治資本 因為社會上確實 永遠都會有討厭藍綠的嘛 但是今天這個事情 金花城案子 其實我也一直強調 政治獻金其實還算小事 金花城才是大事情 那政治獻金他當然搞得 是會很難看灰頭塗臉 但是他只要讓這些小草 還是繼續相信他 不要跑掉 什麼他從來不貪圖 個人享受 只是防止看了一一二 沒有後面那一句 只有前面那一句 他那句就是 還記得跟小草洗腦嘛 你看他去找台北市會計師公園 找不到會計員幫他簽嘛 對啊 因為中部正幫他簽 你看中部正幫他簽帳 到現在一簽帳就帶了電子腳料嘛 對不對 然後連朱立人都說事務訪忙 不願意幫忙 而且還被他告 那昨天應該 坦白講 昨天那個記者會在開的時候 就是 檢連在收 印小偉 神經紀 這證訊他們的時候 所以照理講 正常的狀態 那個記者會 他應該要提一下金華晨 他知道這個火快殺到他了 他都不知道 他沒有提 是後來記者 有問他 因為前面 我們在看那記者會 我們在想說 不是各位現場的 各位現場的朋友們 大家好歹問一下金華晨 不能跟他講說 我今天記者會 只是政治獻金 你說政治獻金 我就政治獻金 誰規定 全中華民國最關心的印象 所以後來才問出 說包括金華晨 包括你有沒有跟沈慶晶 然後高調理講說 有沒有唱過歌 這是後面才出來的 對啊 但是昨天記者問最多的 一個問不答 兩個問三個 我記得至少三四個記者問的就是 你那個租金怎麼處理 現在的那個商辦的租金 可問者也不回答 一直到最後才說 什麼 什麼 該捐就捐 那到底捐不捐 就該不該捐 你到底想要關不來 他說做公益 公益的定義是誰 你要公佈嘛 你要真的馬上做 好 所以再回來看 其實我覺得最嚴重 就是金華晨 那金華晨這些錢有沒有留到 就是說 他們空著後來就買那個商辦 他們也用四千多萬買 現金買 這個 就沒有貸款 這非一般人可以 其實他本來寄望說 在昨天的記者會 那個錢是不是用選舉補助款 是最容易釐清的一件事 對 因為可問者已經說了 所以他只要直接把 那個流向直接弄出來事情就 就 好啦大家都知道了 用選舉補助款 是現在所有的可能款項裡面 傷害最低的一款 大家應該都同意吧 對 那就只是道德上被譴責 而且小草還會出來幫他講說 哪有違法 入他庫頭 不是應該他可以用嗎 對不對 OK 但是昨天可惜這個機會 沒有在現場讓大家看到 這一段 本來是寄望這一段 只要秀得出來事情 好啦你要再怎麼說 他就是 對我就司律 不是我把它擺在我名下了 你們要怎麼樣呢 但沒有看到 因為他不能公佈 為什麼 因為他特別對他來 因為他選舉補助款 他最後餘額剩多少 已經在建察院了 你已經剩包 不是選主 選舉 這個存摺可能不能曝光 因為還有其他 我們會看到其他的數字 你把其他數字把在售 就只要列出四千三的來往就好啦 就是說 那個存摺今天應該已經在 接受手禮 有可能 就是說你用那麼多現金去買這個房子 那你現金怎麼來 對 其實重點是在這裡 是 就很快 這些是那些騙小草來的錢 這邊是從物可洗出來的現金 坦白講 你這樣公佈大家還沒話說 對不對 他人家跟我們說 這很貪八 就昨天這該回答的部分他沒有回答 所以再回到進化場那個重點 沒有市長介入 那議員的協調會開了三百場也沒有用 最後還是要看 就轉折點嘛 對不對 所有的市政府官員 工人員沒有人敢 沒有人敢扛這個 這個唯一就是市長 市長覺醒 那柯文哲 柯文哲 現在 怎麼去面對 你為什麼要 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 這個要問大律師 那你怎麼會特創這三個 對明顯就是你超越 現有法律規定 你特創出來的嘛 就沒有這個東西啊 台北市沒有其他例子啦 那請問這不是圖利 或是這個意思 這所有的過程 就知道政治人物最大的忌諱是錢 對 尤其我講選舉最簡單的 就想盡辦法把所有人的選票 納到你的票櫃裡面 才對嘛 對 選票鈔票之間沒得選 就是選票 但是看起來 最近大家看到 似乎跟這個道理都不太相符了 對 因為基本上昨天的記者會有兩個關鍵 再幫他補充一下 因為對他來說 這個財團的老闆就是 一個市民 所以市民啦 就跟我們的見解不同啦 就是他不是財團是市民而已 所以他當然互動之間 他可能以市民的角度來互動 第二個其實我剛才講到 就是選舉補助款 確實對他來講 整個議題講不清楚是有傷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藍綠的補助款 都是直接給政黨 那你自己三分之二進你的口袋 那當然你說黨章 黨章規定 我很乾淨嘛 這是規定的嘛 可是你在這個記者會裡面 你不是馬上 你不是覺得這本來就是政黨 你說 那我拿出來啦 不然那三千多萬 我也專款專用啦 那那個三分之一本來給政黨用 你好像 覺得那個錢是 你又拿出來 喔 不然我拿出來給大家用啦 我覺得這樣真的會讓人家覺得 那個錢喔 你怎麼會放進自己的口袋 然後呢 你宣稱說你要給台灣民眾黨 跟這個辦公室使用 結果還有租約 那搭不起來的 那搭不起來的 所以我覺得 昨天這件事情會很傷勢 你本來就應該直接捐出來 或是說你把這個使用 就說 那我們本來就全部 甚至連公益信託跟私益信託 你都要講一清二楚 我就是公益信託 或是捐出來 我說真的啦 你公益信託私益信託 到最後所有權人還是誰 還是你啊 所以你講到最後 你沒辦法自圓其說嘛 然後剛才大家在討論說協調會 我說真的在實務上 只要有一些 這個我們講的開發案 只要有法律有疑慮 連第一場的協調會都不會開 好假設有討論的空間 譬如說這是城市的發展 跟錢沒有關係 那有可能會開第一場 可是只要有官員下長跟你講說 這個會有風險喔 你聽兩個風險 然後後面接觸到 然後十億幾百億 然後說沒有沒有 我們不開了 我們這個事情就是交由市政府 用法依法直接行政 尤其林陶 我就講 當那個容積率是全台灣 史上絕無僅有 比101的容積還要高 101不過700多 750千 那是中華民國 足以傲視的第一高樓 連那都只有700多 當你弄了一個800多的時候 哪個人敢不臨淵鋁箔的 把這些東西 可是剛剛像一夫講 如果連法務局 我很難想像一般單位 如果要是在任何一個政府機構 當法務局出的一個意見 跟你講說 這可能大家有這樣的一些疑慮 其實是最好的一個擋箭牌啊 就法務局啊 因為我當過太多那種 大家都推給律師 都推給什麼 那個律師說不行 這個說不行 然後法務局是最好的一個啊 法務局都說這樣子 那我們也沒辦法 你去說服法務局嘛 這不是最容易就解決掉了嗎 那財團也不會壓著 你因為法務局就這樣子講 也不是你市長不願意幫忙 也不是民意代表不願意幫忙嘛 對啊 所以根本不會有第二場 更遑論沒有三十幾場 他辦了三十幾場 所以我說真的 我真的很同情柯市府的 一般的行政的公務人員 因為你們市長要嘛 你們副市長簽名嘛 你們都這兩個人簽名 然後一直一路協調會這樣開 那怎麼辦很難辦耶 好慘耶 我好同情那些人 所以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 在這個工訪的過程中 當然還在持續 可是有一些事情 新的訊息傳進來 我們不是說 他這個柯文哲 在被查辦的過程 傳出放言傳出說 他好像去北國 但是這個台灣民眾黨的國際部 這個林子宇 因為我跟他有去滅瓦七 共和黨 他直接對外說明 他說柯文哲主席 其實是下禮拜要見日本 跟新加坡的訪團 如果他有要出訪的規劃 那也會是在九月二十一到九月二十七 要去台美的工業這個論壇 可是他的飯店機票都還沒有訂 所以他覺得就是說 放言講的事情 跟他是有出路的 所以他沒有下禮拜要出國 對 他沒有出去 可是這也曝光一個行程嘛 原來柯文哲主席 還有可能九月底要訪美 在美國大選前 訪美那是多麼敏感的事情 每一個人都會解讀嘛 代表他原本還要大手大腳 還要有一些政治的想法在裡面 可是現在遇到的這個爭議 他還有這些想法 他未來的政治度還可以這樣走嗎 小草打一個問號 如果…